2020年7月 杭州一饭店因未关紧燃气阀门 大量燃气外泄 燃气浴火之后迅速爆燃 2022年7月 广西北海一商铺发生燃气爆炸 造成5人受伤 2023年3月21日 河北邢台一居民家中燃气泄漏 发生爆炸起火 致1人受伤 燃气泄漏很有可能危及自身安全 为了使用户能够及时发现燃气泄漏 我国天然气一般都会加入了臭味剂 四氢塞分 使用户第一时间能够闻到 当然 如果担心出现类似雷大爷家这样的轻微泄漏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该如何对自己家中的自闭法案以及管道的情况进行简单判断呢 用水里面堆点细节景 然后把这个水摸到管道的结构上 如果它搂起 它会把小泡泡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提醒 一旦发现疑似燃气泄漏 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 并前往室外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如果家中燃气管道出现问题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尽快保修 千万不可私自维修 以免引发事故